激動的高舉金杯 塞爾維亞球王 喬克維奇在義大利ATP年中賽 再度寫下新傳說 喬克維奇對上地主好手辛娜 強勢主宰賽局 第四局帥先以6比3領先 他狀態極佳 打得對手難以招架 喬克維奇甚至一度連拿14分 最終他只花103分鐘 就以兩個6比3將辛娜擊退 拿下ATP年中賽金杯 事實上這是他第七度 在ATP年中賽瘋狂 成就超越費得樂 位居史上第一 他還激動的親吻金杯 因為他至今一共累計 71座大賽冠軍 像枉坦兩大巨頭 菲德勒和納達爾 狠甩在後頭 他提到辛娜艾卡拉茲和魯內 這三人很可能是未來網談的三巨頭 還說若有天沒辦法再擊敗 他們就會考慮退休 TVBS新聞 總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HAXE TB CHA H